我們想要一些保障 其實在法律裏面 除了給同性婚姻 除了給他們註冊公民夥伴之外 其實他們的訴求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alternity 可以幫助他們 例如他們說成為遺產 有沒有其他方法在法律上 可以幫助他們滿足他們的訴求 以至唯一的方法 就是通過同性婚姻 我也想知道法律裏面 做得到他們的訴求 是非通過同性婚姻的手段 謝謝 其實這個題目裏面 是有一個本身 inherent的矛盾 有一個潛在的矛盾 當我們所說 是要維持婚姻 一夫一妻制 一個男一個女 這個制度 這個價值 其實 在很多不同的環節裏面 都是會因應那個環境 每一個不同的問題出現 今次就是家暴 下次就是成計 再下次就是普通的社會福利 再下次就是兩個人 同性的人同居 為什麼你不可以跟他一起報稅 拿到這個好處 每一步其實都是蠶食了 對我的個人角度來說 都是蠶食了那個婚姻制度 賦予一個家庭的社會福利 所以雖然我們可以說 家庭的定義和婚姻的定義沒有改 但是當我們每一個小節 一直這樣退的時候 到最終 在沒有改過法律的定義 什麼叫婚姻 和什麼叫做家庭 在沒有改到的情況之下 其實實質已經改了 所以對一個法律的從業員來說 其實我們要分得開很清楚 好像我們天主教的教義一樣 什麼叫做承認一個同性婚姻的實質 這件事天主教是不會接受 什麼叫做歧視同性戀者 而後面那種呢 在法律上 我們都不應該做這件事 所以反過來講例子 如果講歧視 我們是不應該接受 不應該做的 就是因為他是同性戀者 你不給他飯吃 你不給他份工 或者是人應該沒有 即是普通人應該有的東西 而你拿走了 如果我們可以有能力分開前者 即是婚姻之下 社會給婚姻了的人 即是兩夫婦的好處 而可以區分到這件事 和第二種 是剝削同性戀者 因為他只是這個身份 而不給他 這兩種是可以分開的話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機會 研究一下 如果做到的話 剛才第一種呢 就是法律要堅持守住 後面那種歧視的方法 就是我們是反對有這一類的情況 我們不單止不去推行 要歧視別人 只是同性戀 我們更加要反對那種 即是很保守 超級extremist 他們那種要歧視同性戀的那些法例 但我首先講 A種和B種這兩種東西 其實在現實生活裏面 未必一定很容易分開 是一個難題來的 是有些灰色地帶 所以我只可以提供這一個 這樣的text 一個這樣的準則 如果我們看到某一個情況 或者某一個法例的推行 是剛才所講是歧視的 我們就應該不應該接受 但如果是剝削了社會 賦予了婚姻 這一個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本性 天教來講 是一個社會的 一個組成的一個 unit 一個分子 是那種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等同 接受同性的婚姻 得到實質及同樣的情況 這個角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現在大家都不想用那些Latin 就是法律上 其實呢 其實如果是 譬如尤其是成計 或者是 和一起補稅的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會是 你做了這件事 是會有de facto的 recognition of certain similarity if not equality between same sex units and marriage although the jurist 我們可能是搜到這關 但其實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 我會堅決地這樣說 no man is an island 你兩個人 關門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 no harm to others 這個其實呢 很簡單 就算你的hard definite debate 是甚麼是harm to others 等等 都有這樣說 或者這些法律 或者 另外那個問題就是 有人說 個人自由 就是personal autonomy what are the limits to autonomy 這些比較是一個 就是倫理哲學那些問題 有欠缺的 不過我多數 如果要這樣說 我都會和你用英文說 因為我讀的那個degree 都是用英文 也是manchester 但是其實 其實 其實 有很多事情 就算以 就算以 譬如說 你harm to others 你就算是做一些 只是傷害你身體的事 例如吃煙 或者我只是在一個 關上自己的家裏 然後呢 我用了那些 甚麼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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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東西 不用沖水 才能沖水 那 其實 就算那個 好像很簡單的 其實有一個 argument 叫做public charge argument 就是 我給那些稅 我給那些稅 或者是 別人給那些稅 如果我是這樣吃煙 都要 來 用公共的公帑 來醫治我的病 這個叫做public charge argument and this is an argument against 即 for the widening of limitation to autonomy 這個在倫理哲學 也有說過 其實現在很多人就是 即 現在那個問題 亦都是 去回 有一些很 基本的問題 一個人 在世上要做甚麼 當然 你有個信仰的 你就有個答案 有些人是沒有答案的 他們可能是 打算 我剛才講過 米爾的 這個 自由論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就是1859年 他的 公理主義 Utilitarianism 很多人說 在說 happiness 或者pursuit of happiness 其實不是的 阿里斯托特也在說 publican 那些 但是其實 現在 很多人就是 看著 即他說我是最大的 即剛才說過 有個很self-centered的事情 但是 其實法律是要怎樣平衡的呢 那法律和 morality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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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關係是怎樣的呢 那我就會 這樣說 其實 一個人 我也膽粗粗的 他說法律 就不會 是 禁制所有的 所有的 好 所有的 所有的 好 能夠避開的 罪行 但是 會禁制一些 大多數人都會能夠 可以不犯罪的那些罪行 不過尤其是 是要 可以 維護社會 結構 還有 大家的 公眾利益 那些罪行 例如 偷射 謀殺 等等 這個是 神學大循 那些人覺得我們已經不是一籍貴瞑想的 就是說 或者是一個好像伊朗那樣 阿里托特的教士 阿里托特朗美尼 就說我們現在要愛某一樣的回教法律 就根據可能經理會這樣來想法 其實他就說法律和這個道德 都是有一個相關 他就不是說我們都要認同的 我們都不是說要立法是符合我們的教理 或者是誰的教理 時間數了 我想請請你做一做